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 印度的女犯人被迫和男子共同关押 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对于许多印度女性来说 一旦犯罪进入监狱就意味着进入深渊 外面的世界黯淡无光 监狱里的世界更是水深火热 与其说他们进入的是监狱 不如说是地狱 许多国家的男女犯人是在不同的监狱分开管制的 毕竟男女有别 但是印度专门用来关押女犯的女子监狱非常少 通常是在男子监狱里腾出几个房间 作为女犯的牢房 许多女子进入监狱后不得不面对男性育有 与他们一起劳动和生活 在男女混住的监狱里 女子毫无地位可言 对于他们来说 吃饭都可能成为问题 每到用餐时间 男犯会先用餐 等他们吃饱喝足后 女犯面对的只能是残羹冷汁 可是他们根本不敢挑剔 因为想要在这里活下去就要学会忍耐 除了饮食得不到保障 他们还面临着疾病困扰 印度的许多监狱都比较老旧 那里基础设施薄弱 阴暗潮湿 老鼠蟑螂丛生 这样的环境无疑成了细菌滋生和传播的温床 因为女性特殊的身体原因 她们在特定时期必须使用一些专用卫生用品 但是监狱很少为女性准备这些用品 她们在这里得妇科疾病的几率很高 监狱条件简陋 医务人员人手严重不足 一旦得病 女犯无法及时得到治疗 能不能熬过去就要听天由命了 此外 她们还将面临狱警的欺压 狱警在各方面都会优先满足男犯的要求 对于女犯的需求 她们往往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 狱警根本不懂得怜香惜玉 女犯在这里只能小心翼的听从狱警的话 不敢有任何反抗 女子在监狱里要承担和男子一样的劳动 有些劳动已经超出她们体力所能承受的范围 但是稍有怠慢 就会被狱警认为是消极怠工 招来一阵责骂 长期超负荷劳作和营养不良 让她们的身体处于透支状态 如果身体上的折磨让她们备受煎熬 那么心灵上的折磨更是让她们千疮百孔 对于她们来说 进了监狱就等于失去了未来 她的家族会彻底抛弃她们 因为她们令整个家族蒙羞 许多女犯进了监狱后 家人就再也没有来看过她们 出越后她们可能无家可归 没有亲情就等于没有希望和寄托 她们心如死灰 有的甚至希望在监狱里过完这一生 因为出去后她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 因此 从进入监狱那一刻开始 她们就等于进入地狱之门 为什么印度女子监狱那么少呢 读者来说一说原因 首先主要原因就是印度女性地位低下 众所周知 印度教是印度的国教 对印度历史最悠久 分布最广 信奉人数最多的宗教 她在印度影响深远 长期以来 印度的女孩被视为一种货担 父母之所以不愿意养婚女孩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度女子的嫁妆太多 嫁出去一个女儿 父母可能要倾尽所有 甚至因此背上沉重的债务 按照印度传统 男女结婚时 男方不用准备太多东西 女方父母不仅要盛行款待 前来观礼的亲朋好友 还要为来宾发红包 这里读者说一下 在印度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 是不需要随礼的 此外 女方父母还必须为女儿 陪嫁 卢比和金银珠宝首饰 女孩出嫁时嫁妆的多少 直接决定了她日后再妇家的地位 许多印度女孩曾因丈夫和婆家 不满意嫁妆的数量 而遭到一系列不公平的待遇 有的新郎甚至会因为嫁妆问题 在婚礼上直接扔下新娘一走了之 一个印度普通家庭的女子结婚时 她的父母大概要承担5000美元左右的费用 相当于30多万印度卢比 折合人民币是3万多元 但是印度普通工薪阶层每个月的收入 只有约2万卢比 30多万卢比对他们来说 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 许多印度女孩结婚后 即便受了委屈也不敢轻易离婚 因为父母几乎是倾家荡产 才把她嫁出来的 如果离婚 丈夫不会把嫁妆还给女方 以后再嫁会非常困难 父母也会非常失望 而且印度在1955年 才通过承认离婚存在的婚姻法 印度的离婚率不到1% 这和离婚率位列世界第一的比例 10%60%的高离婚率相比不值一提 印度男人在结婚时 没有付出多少成本 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贤惠的妻子 以及妻子带来的婚后嫁妆 得到的太容易 反而不懂珍惜 所以 许多印度男人婚后 都不懂得尊重疼惜自己的妻子 而印度许多女性 甚至没有受教育和外出工作的权利 思想的愚昧 经济的不独立 使得她们只能依附于丈夫 印度女性几乎占到了 印度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 然而 她们的受教育权和巨大工作潜力 却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了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 印度女性文盲数量超过了1.8亿 缺乏知识的启蒙 让许多女孩变得愚昧无知 她们不懂得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觉得逆来顺受 委屈求全都是应该的 许多女性不仅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也很少有机会外出工作 她们婚后大多数会留在家里相扶教子 包办家里所有的家务 从2018年 各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调查结果看出来 印度女性对经济的贡献 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 仅有17% 由于印度许多女性没有工作机会 自然就没有经济来源 她们花的每一分钱 都由丈夫提供 所以她们不得不依附于丈夫 印度女子地位不高 普通女性尚且享受不到该有的权利 更何况是女伴呢 所以 印度没有专门的女子监狱 也就不奇怪了 举资料显示 印度共有中央监狱76个 地区监狱250个 检疫监狱822个 江种监狱22个 开放式监狱27个 和18所青少年教养所 这些监狱中至少有200所 是在18世纪修建的 里面基础设施薄弱 狭窄破败 安全卫生等问题 都急需解决 截至2019年 印度各地监狱一共关押了 47.8万名囚犯 其中男性有45.8万人 约占96% 而女性约占4% 但是这些监狱的实际收押能力 只有40.3万名囚犯 监狱超负贺 关押了7.5万名囚犯 和数量庞大的囚犯相比 印度监狱的管理人员 医务人员 人手严重不足 2020年 这三个人员 累计缺少达5万人 因为人手不足 同时 也是为了节省空间 方便集中管理 印度的许多监狱 不会对犯人分类管制 导致不同性别 年龄的犯人都关在一起 不过印度也不是没有 条件设施都比较不错的监狱 印度有一所著名的 阿吉莫中央监狱 那里每隔15个监狱 就会有一个超级豪华的监狱 监狱里不仅有干净的床铺 生活必备品 和各种电器也一应俱全 但是 想要享受这间高级监狱 必须每月上交8万卢比的费用 只有高种性有钱的犯人 才能出得起这笔钱 普通印度女犯根本无福销售 印度男女混住的监狱由来已久 女子在监狱中的待遇可想而知 因此 印度的女性无比隐忍顺从 她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因为一旦进入监狱 等待她们的将是暗无天日的生活 近年来 印度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 真的希望日后这一状况 可以得到有效改善 对于印度很少有专门的 女子监狱这一现象 您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